激滑成案檢調偵辦的最新進度 那今天早上的時候呢 檢調是提訓了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正生 來到檢調這邊來進行偵訓 我從畫面中呢可以看到 他是穿著黑衣黑褲 並且雙手上靠走在這整個隊伍的最後面 那其實他也是在三天內來 是二度遭到提訓 為了呢就是要釐清這整個激滑成案 因為他在裡面是擔任這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他被控訴呢是不顧周遭委員的反對 要來通過這個精華成案提升容積率的部分 而這也是他三天內二度被提訓的重點 還有面對記者提問說呢 他會不會轉為污點證人 他其實是一句話都沒有多說 但是呢對於他轉污點證人的這個關鍵 其實法界認為這個機率其實是不太高 因為呢他被控訴呢是涉犯徒利罪 還有收賄罪 如果他要轉污點證人的話 勢必要承認這兩個罪行 但是這兩個罪行是非常非常重 最重呢可以判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如果他要轉污點證人的話 後續被判的刑則可能會非常重 因此呢法界普遍是認為 他轉污點證人的機率恐怕是不高 那另外呢減聯其實在昨天的時候呢 也到這個第一銀行來查扣客家的這個保險箱 為的呢就是要查清這個柯文哲 USB裡面這個小省一千五省慶金的這個金流部分 要從保險箱裡面存放的這些珠寶還有現金來查清這些金流 另外呢在中小平他今天早上呢也因為這個雨果市場的法庭呢來到了北檢 那上午的時候也針對這個保險箱來做出了最新的說明 我們現在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保險箱應該還是放現金吧 一個是保險箱他查金流保險箱也是金流嘛 還有他那個那個七百萬那個 六百一十九還有加上一百多萬七百多萬有確定證實會到他的小孩的戶頭嘛 然後是不是最烈他小孩是被告就看減聯啦 我們看吧 議員你昨天有說到黨內好像不關起有找你說不要再打金華城的案子 那到底是他自己親自跟你講還是是說有人傳話給你 他跟我講的啊就就那個嘛那他母親的告別事有沒有 之前其實也有找朋友跟我講啦大概然後我們也知道他的很難做啦 那總之他必須合作他沒講哪個案子他說不要去打阿伯打那麼兇啦 應該這樣講比較精準然後我們也跟他說抱歉啦 因為我們這時候台北市議員追逼的責任跟他們藍白河跟那巴西的合作 立法院的法案啊是有一些汗格之處的 可是我們也沒有選擇我們要被為台北市250萬人負責應該這樣說 那其實呢在金華城案裡面被羈押的這五名被告裡面呢 在9月9號之後就剩下應小微的這個助理吳順明還沒有被借提 因此外界猜測呢今天檢調可能就會借提他來進行訓問 那吳順明呢在整個金華城案裡面扮演的角色 他其實就是當初這個監察委員的關鍵證人 因為他表示呢他是負責做這個會議記錄的 但是他當時說的這個證詞是容積率百分之五百六 但這個會議記錄裡面明明是寫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因此呢他被指控是枉顧了這個會議的記錄 並且做出這個誤導證詞 而這五名被告裡面呢也只剩下他還沒有遭到借提 因此呢檢方預計可能下午也會將他借提來說明 要來查清這些金流還有釐清這些事實的經過 那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我們先讓鏡頭鑽一個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